大家好,我是Stan 韓國最長壽男團 Xinawa的猛男Andy 繼Eric曾經哥哥們之後 也將要結婚了 1月19號 Andy在IG上傳了手寫信 2022年是我以Xinawa 與大家見面的第24年 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因為大家無限的支持 才能有現在的我 真心的感謝 我有一位想要共度一輩子的人 希望能夠祝福我新的開始 以後也會繼續以Xinawa的Andy 展現更好的一面的 告知了Xinawa Chanjo要結婚的消息 哇,Andy結婚 我要流淚了 要幸福 盲年要結婚了 其實已經是結婚也不奇怪的年齡了 但是還這樣親筆給粉絲們 寫信構知結婚 真的看起來非常好 突然想像了一下 如果現在自己喜歡的團體 盲年宣布結婚的話 心情會怎麼樣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笑 總之 Andy恭喜你 下個消息是 1月17號 Apink的所屬公司對外表示 公司未來Apink以6人 進行10周年專輯發表等活動 有最優先協調形成 但是因為協調不合 除了封面NBA以外的所有活動 都是以5位成員進行 也就是說 搬到YG娛樂的存男 將不會參加Apink10周年的回歸活動 而昨天 YG娛樂也對外表示 與存男協議中的下一部作品行程 目前還沒有調整好 所以除了封面NBA以外的活動 將無法參加 而根據媒體報導 存男在繁忙的拍戲行程中 也是非常積極的參與了專輯錄音跟NBA拍攝 並期待著完全體的回歸 但是因為專輯發表行程有抑制延遲 所以行程才發生了衝突 導致無法參與這次的活動 因此 存男也透過YG表示 因行程上的問題 無法參加這次的活動 而感到非常遺憾 希望大家能因緣特別專輯以及成員們 而昨晚Apink成員撲滅 也在粉絲論壇安慰了粉絲們 但是因為這次的專輯 是出道10周年的特別專輯 對於成員們 粉絲們都是有著特別的意義 所以存男無法參加Apink10周年 回歸活動的消息 讓很多粉絲們都感到非常遺憾 公司跟成員們好可憐 這次10周年專輯投資了很多 成員們也應該非常期待的 一開始就說存男有參與專輯 但是因為行程問題 無法參與這次的回歸活動 我們也不會說什麼 但是粉絲們生氣的是 發表了會完全體回歸 粉絲見面會的時候 哭著說很期待這次的回歸活動 現在突然說不能參與 還不如不要讓我們期待了 粉絲們等完全體等了兩年 但是也有很多網友們表示 不參與回歸活動是存男的意志的話 怎麼會參與封面跟MV的拍攝呢 這是所屬公司之間協議不合的事情 為什麼要怪到存男的身上呢 本人應該會最遺憾吧 只能期待下次了 存男到底是做了多大的錯誤 APINK出道12年次不是嗎 續約後 續續約的時候搬了公司 搬公司之後也出了周邊 也參加粉絲見面會 還派了完全體回歸專輯封面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而且還為了回歸活動 有一直在準備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最終協議沒有達成 但是就這樣說存男給APINK 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的話 也太奇怪了 對於存男無法參與APINK10周年活動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最後我們用照片來看一下 EXO休敏的英雄聯盟實力 如果不是在拍節目 應該會發火的 我跟實力報的朋友玩的時候 表情也跟Pekken一樣 表情太真實 所以太好笑了 最好笑的是 休敏沒有什麼想法的樣子 咳咳咳咳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等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 在剝製 列為 大家好 拍照 我們下支影片 呢 現在 我們 這次 初一 全